手足口症病毒爆炸式传播 截至6月4号 全国在第22周流行病学周期 一共累计882846宗手足口症病例 比去年同时期激增了32倍 不过相比前一周超过18000宗 这个星期的确诊病例下降了9.3% 只有16954宗 根据卫生部的文告 雪州病例最多达到23305宗 占全国总病例的28.13% 下来是吉隆坡和布城9540宗 霹雳8032宗 吉兰丹和柔佛个别5000多宗 其余的州属则少于4600宗 我国至今共有1746个传染疫区 562个在首都和布城 雪兰额208个 霹雳206个 大部分疫区发生在幼儿园 托儿所或者是学前教育场所 有超过1000个 再来才是住家605个 儿童照料中心56个 大部分疫区发生在幼儿园中心56个 大部分疫区发生在幼儿园中心56个 大部分疫区发生在幼儿园中心56个